大家好,我是杨明轩 今天是周末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些重要消息 然后再对后事做一下展望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内容比较好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首先在回顾本周的消息面之前 我们要讲一套理论 这个理论我们在春节之前用的就非常好 正常情况下 当指数出现长期大幅的回落之后 如果消息面集中出现的话 则容易形成转折 怎么理解呢 比如说前期下跌 在下跌到低位的时候 出了利空 那就相当于利空出境 如果是利好的话 那效果可能就更好了 可能直接就出现转折了 同样到达指数上涨到高位的时候 哪怕一些风吹挑动 包括大基金减持啊 另外或者说其他的 就是对于小韩国的炒作 这一块有打压等等 都会导致一段时间指数高点之后出现 所以说高低点才是最重要的 消息面只是一个辅助和催化的作用 那么这个我们上周四晚上就跟大家讲到了 指数这个位置下跌差不多了 那么周五这种低开种 相对来说给了很多人机会 相信大家也是可以把握的 那么下周可以慢慢的小说反弹行情 因为本周的消息面总体来说利好 有哪些消息呢 我们一个月来讲 第一个消息将在试点的基础上 做进一步的评估 试点是创业版注册制和科创版注册制试点 待评估后将在全市场稳妥推进注册制 这个比前面一段时间的要推进了一步 因为前面一段时间主要是以研究为主 那么这一段时间呢 基本上大法上已经指出来了 评估后之后就可以稳妥推进了 有的人解读注册制是利空 有的人解读注册制是利好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多说 只是说一点 大家记住注册制 这个时候是推进 如果说指数下跌的话 一般是不好的 所以正常情况下 出这些消息的时候 指数都会配合上涨 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消息 坚持稳中求进原则 深入研究论证 推出T加林交易的可行性 这个主要是对于科创版 首先开始T加林交易的试点 也是试点为主 这种方法其实挺好的 然后实施路径等问题 可能都会在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大家应该看到了 这两条消息的话 其实对市场来说的话 是有一些好处的 包括T加林交易 这个T加林交易呢 很多人在想到底是利好谁 有的人说利好价值投资者 因为价值投资者不经常做买卖 其实我所了解的价值投资者 也经常做博卖 然后第二个呢 有的人觉得利好散户 其实大家也想象一下 利好散户的同时也利好主力 所以来说也不算什么利好 但是真正你来说的话 是利好市场的成交 包括热度 因为我们知道包括券商 因为如果T加林的话 一天交易一次 券商能赚一点 如果两次机会 三次机会 那券商是不是赚得更多一点 包括第一条 注资者这个消息 对于券商这个收益的话 也是大幅提升的 相对来说 对于这个板块 我们看看提升之后 大金融能不能 领长指数带动相关的板块 包括指数出现上的 因为指数上阵指数已经到达60均线 跌了很多 券商指数已经下跌了16%了 就从高位下来 所以说都有强反弹的需求 包括这些权重 然后我们再讲第三个资金面 资金面的话 本周也有利好 怎么说呢 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 首先要连续 然后稳定性 稳定 接着就是可持续性 这三点的话 我们看下周资金市场 特别是公开市场 早上的时候 可能会相对比前面要好很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指数能不能也得到修复 那么这三个消息 基本上都是偏利好的 然后我们再讲第四个消息 大家比较关心的 这个印花税这个事情 那印花税草案 首次提醒审议 现行税是框架的税数水平 基本上不变 也就是说印花税没有调降 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但是随着印花税的地方 证件交易印花税 也被纳入这个法律范围了 这意味着我们以后 可能就不会开证件交易税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虽然很多地方 其他国家没有印花税 但是它有证件交易税 相对应的也是一种成本 那么印花税不法的时候 后面的话证件交易税少了 其实一样了 所以说总体来说 这也可以称作为一个 中性偏利好的消息 当然我们也不宜过度解读 认为这个税率会下降 接着我们再讲第四个消息 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 1.9万亿的美元经济救度记号 这个消息呢 其实是预期内的 他们俩讲一下 包括我们看到上周四周五的时候 美国走的比较弱 主要呢 也是受这个消息的原因 很多人解读了 这个放钱不是好消息吗 但是它导致美债收益率上升呀 首先这个1.9万亿 这个钱从哪里来是一个问题 不是单纯的把印花机开开就行了 这个钱从某种途径过来 包括发债等等 那如果说把这个钱的流向 不是流向主要经济 而是以这种救助为主 它是包括直接向符合条件的 美国人支付 1400美元的补助金 这是补助金 为符合条件的失业者 提供每周400元的失业救助金 大家也看到了 美国现在的散户非常厉害 非常有钱 那这一波发过钱之后 散户可能更厉害 对于整个有钱人来说的话 其实是损失 包括一些金融机构 那相对于呢 后面它第一会配合通胀 因为大家都发钱对吧 那相对于资金来说贬值 资金贬值了之后 它会导致通胀 它其实搞来搞去一样的 东西涨价了 你的钱是多了 但是东西涨价了 其实一样了 所以说导致整个灰心流的出现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北上资金和南下资金 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那么根据数据显示 到2020年底 北上资金持有A股的总市值 有2.3万亿 那么南下资金持有港股的市值 大概有2.1万亿 规模基本上相当 但是近期 北上资金调仓也比较多 我们知道北上资金 以前主要做的是大白马 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一点 北上资金在当时 做大白马的时候 大白马它是个小白马 所以其实很多个股的话 它的市值是从 三四百亿上涨到千亿以上的 并不是说它本来就非常高 不过酿酒等等很多 那么北上资金呢 现在又从一些高位白马当中 调入一些中等市值的周期户 这是趋势 大家记住 这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投资 一定要跟着趋势走 趋势是资金路线 所以说我们做好了之后 就要明白一点 像前期报酬的一些大白马 它长得比较多 主要是基金扎堆影响 基金扎堆的很多人 沉溺于一些明星基金经理 过往的出色业绩曲线 辱生出来的现行原理 什么是现行原理呢 就是比如说 今年他16岁1米6 明年17岁1米7 后年18岁1米8 按照这种推比的话 他可能到30岁就3米了 所以这种推比的话 是不具备这种可持续性的 在这里的话 跟大家想注意 然后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发现 本商资金 他加仓了一些周期股 包括汽车 甚至房地产 银行 化工 保险 周期股 有色等等 他才做这些 那这些的话 其实我们讲化工 包括有色 整个很多钢铁 这些的话 市值总理来说 都是偏低的 很少有大数票 但是如果他经历了一段时间 过过点三年 三到五年 像前期的白马那样 上涨的话 走出一条曲线的话 是不是也说明 他有资深的价值呢 毕竟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 他这个潜洒的速度 还是比较快的 那对于通胀这一块 特别是一些周期性品种 包括有色等等 这些品种的话 未来可能还是有上升空间 如果持续这样的话 因为他会对冲货币贬值 带来的这些资产减值压力 他无形当中就会升值 包括化工品等等这些 大家可以对于到这些 产品涨价 对于上市公司 未来也许提升的 可能做起来 要更稳当一点 即使短期买点把握不好 那相对于呢 由于他的周期是向上 未来也是值得期待的 好